第3場跑1200米,3號賓妙星13倍,上次11倍跑第5 也不是很遠,輸得 贏過的馬有兩隻,1號、2號,3號就沒份 現在又跑1200米 接著入鏡,就是8號 8號叫銀翅勇士67倍,8號初次出賽沒飛 8號銀翅勇士,騎士是蝕恩,蝕恩第二場都是普通的 出到閘很好,越跑越後,轉彎才加速 但又不是很厲害,一路向前比較好 9號仔升火遼遠,上次45倍跑第11,所以這次也是冷門 現在的騎士是周俊樂,當位就漂亮了,一檔 出閘緊熟一般,上一次 直路上毫無進展,是這樣描述 小小吾區這次多飛,小小吾區上次4.9倍跑第4 是報民騎的這次又來,這個很有誠意 小小吾區這次,當位是二檔 出到閘就有機會了 上次第4,前設第6,再前設第5 鴿曼大熱門第三場是6號 號碼名叫健康快車 11號電信子彈現在是2000元 電信子彈連續兩次都跑了13名 現在騎士是湯普申,沒有魔法速遞那麼厲害 湯普申騎的魔法速遞連贏兩場 就是那兩場,就是他在香港的生危 兩場 win 都是這樣 馬里奧是連續幾次都很厚的 12、19 最厲害就是第9,連續三場 所以就冷門 是合理的,應該的 13號叫幸運星球 幸運星球挺好的,上次第2名 上次是8倍跑第2,但這次沒有熱度 班德禮,上次班德禮跑第2 現在又是班德禮騎 上次跑馬的1200米,跑第2 1月1日試過在沙田1400米,跑第2 這隻馬可以的 13號,當位是11檔 11檔就是蝕恩那些,就是向前 14號江南盛 江南盛最近三次是第6、第8、第5 隔晚是十多倍的 14號,騎士是田泰安 其實是12檔 14號本路程沒有收錢記錄 現在看到這隻7號潘頓 潘頓就是馬新馬初出7號 有飛的就是馬新馬初出有飛 7號是一片空白,但有很多飛 第一場已經有了,開心寶寶 已經是開心,新馬初出就贏了20倍 沒有飛的 不要飛的 不過,被Jenny看中了 我想看看這隻6號的健康快車莫雅是怎樣的 3號 4號 不是這隻 我看看這隻6號 5號 不是這隻,5號16倍 又不拍了 Michael要3、7、26 我要6號7號 即是我要莫雅加潘頓 就是要1號2號 不買這麼多的,我買兩隻而已 我看成績表 我買6號的,因為上次第2 前次第4 6次賽職,5次賽職有1個第2,1個第3 2個第2,1個第3 待會看看他先拍一下 即是如果出到去,有機會看看他 紅色衣服,只是說 咦咦咦咦 走了出去也不拍他 6號仔,現在拍了大號碼 9號仔,是冷門來的 遼遠 星火遼遠 6號又是去了外面,也不拍他的 無法捕捉他的鏡頭 這些全看了,13號那些看了 14號都已經看了 1號仔,是知道長勝 上次第8,前次第3 本路程都沒有紀錄 1號仔的騎士是王智宏 輕榜 12米,誰出到集,誰好東西 快點拍6號來看看 11號紅色看了 這隻叫電信子彈 冷門來的 連續兩次十多名 湯普新 2號仔,果然僥幸 果然僥幸6次賽職 有一個第1,一個第2,一個第3 但近期是第5、第9 2號仔,果然僥幸 現在有5倍 7號是新馬初出潘頓 看了這隻 6號不拍給你看 4號是神趣快 快趣神舟 冷門來的 紅色3號,6號仔 10號看了 這隻小小不驅 這隻有機會就不是 小小不驅 等那麼久都未有6號仔看 在上面 還未露給你看 8號,這隻又是冷門來的 新馬初出 6號,這隻 這隻是上次第2,前次第4 跑了5次,全都在前四回來的 莫亞奇 間跳帽,紅色3 現在6號是紅格Winplay 7號是六格Winplay 其他賣友有更多人關注的 就是1號、2號 10號 即是1號、2號 6號、7號、10號 這幾隻馬是多人關注的 上次成績好的是6號、13號 6號、13號 但13號現在14倍 13號的馬是幸運星球 上次入球 隔晚大熱門是6號 6號的騎士是莫亞 7號是新馬初出 很熱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 統計就是新馬初出 如果單位數字 加上下飛 的話 跑法一定積極 行不行就不知道 現在是1號、2號 1號、2號 就是 1號上次第8 前至第3 1號叫做 知道長勝 7號是潘頓的新馬初出 好 我們現在聽聽主持怎麼說 這場安排了 四班千語 暫時的大熱門 6號馬的健康快車 3.5倍 7號 近尾 浸浸離 就是這隻勝義 現在3.8 4倍 搞了一輪 剛剛那隻星火療元 雜前盯甲 現在都沒問題了 好 馬拼也完成好 這個點名工作 陸續都看到他們入閘了 首先近去 幸運星球 接著是馬利奧 电讯子弹 三号码 奔尿星 接着来健康快车 后面 黄山黄母 江南城 红眼罩 知道长城 小小吴区 也都搞定 剩下两只 交给集前 果然囂幸 最后入闸 系同场和信 全部马匹准备妥当 三场赛事 四番千二个短途赛 大约暂时是六 黄翼举起 好 来进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闸的马 就是红眼罩 一只知道长城 就放在前面 中间有健康快车 外面同场和信 最出紫色衣 是幸运星球 大家跟着第五位 绿色衣 就是那只胜子 迈便赶过 他有少少 五区是黄衫 中间粉红面固 还有果然囂幸 后面那就是马 马里奥就是红三 在后面是电信子弹 外面是银翅勇士 尾四岛就声火辽元 尾三快翠神舟 尾以奔妙星 暂时电厚 是江南城 转弯的时候 同场和信是放头的 第二位就是幸运星球 守住内栏第三 就是这只指导长城 第四位红三 拿出去外面健康快车 一路在外面的绿色衣 就胜洁 移出来中间 黄衫橙的那只 还有少少不拘 后多一层 奔妙星在外面上了少少 好了最后三百多米 健康快车 先摔着走 走来了大半个身份 外面有幸运星球 不会转脚的 内栏同场和信 比下去还有反应 中间位置胜意 也不转脚 又在追紧 最后一百米左右 健康快车 将后面的对手抛掉了 打开来香港胜利之门 第二名同场和信 第三名是胜意 第四名是幸运星球 结果今场赛事 第四名是胜利之门 这个莫雅都算好 真是斗后劲 很厉害 整个身体 吹下去 5号、7号有位置 Q收 Q就被5号拿了 5号叫同场和信 今天喜运星很厉害 出门也好 走位也好 9号快车 咱们不是大叶門 4点1倍 注目下来 尾巴尔 第二名 五号 准备 你问 现上 林场大叶门是7号 林场大叶门 隔晚大叶门又贏了一场 这场景观 准备 跌下头 钓到虚头 他从第四位 冲上来 好努力 望下 这局 是很认真的 6-5-7 我要6-7 不要緊 紅色衣服 鋼仔帽子 13號 上次跑第二 13號叫做幸運星球 第三位 1號不讓他進 1號叫做知度長勝 王志宏 不要搞了 建習騎士 不要跟他鬥 他留在第四位 你想跟別人鬥 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距離 夠接近才可以鬥 你走在很後 潘頓這隻 7號 臨場是熱大熱門 太後 你看看 蹲下頭 不斷推 找到 望空位 一路推 兩下手勢 過了 接著 5號 騎士就是欺威三金 今天很聰明 過了 他仍然在打 他仍然在推 潘頓這隻馬 在太後 不是說這隻馬 不好 那位置衝上 就是太後 6號 5號 7號 6號也有四倍 也不錯 6號 5號 7號 騎士就是莫雅 今天第一次贏馬 健康快車 上次第二 前次第四 跑五次 每次從前四回來 是未贏到 今天就贏了 健康快車 對